北台北家福中心每年都会针对辖区内的弱势团体为他们募集生活物资 而今年也不例外除了在今年的11月将会在天幕举办岁末亲子园游会之外 更要向社会大众来募集物资 而去年是募集电扇 今年希望大家能够捐出现金 让家福中心来买全新的棉被 给弱势家庭可以温暖过冬 其实我们今年我们是募集生活百宝袋 那这个生活百宝袋里面有我们的一个请聚的部分 有床包啦有枕头啦 还有我们的一些民生物资 有米有一些米粉啦或者是沙拉油等等的这些民生物资 那其实我们最主要是以请聚为主的 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些经济比较弱势的一些家庭 他们平常真的是有一些就是舍不得花这些买这些请聚 甚至是已经请聚用了很久都有发霉的一些状况 家福中心表示日前社工员在造访弱势户的家中时 发现居住环境潮湿 导致请聚经常都会逐渐发霉不堪使用 而这一次针对淡选三支石门巴黎 士林以及天母的弱势居民为对象 共有九百多户 但是物资的部分只有募集到六成左右 这一次就希望说我们能够募集这些东西 然后让他们呢可以很温暖的包覆在他们的一个身上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我们社会大众给他们的一些心意 然后让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其实是不孤单的 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关心他们 那我们今年是要有九百五十份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百宝袋 但是我们目前因为大环境的不好 所以我目前只有募到的大概六成左右 所以还希望呢大家可以共襄盛举 其实只要一个人一份的百宝袋一千五百块 一千五百块 那就会可以把你的这个心意送到每一户的家庭里面去 北台北家福中心长期服务 在地家庭实际深入了解许多单亲隔代教养的家庭 主任表示今年的园游会取名叫做生活百宝袋 作为岁末之政家庭的礼物 是期待每一项百宝袋的物品当中 可以解决家庭生活困扰的法宝 希望弱势家庭度过难关 也期待民众可以一起加入 来帮助弱势家庭改善生活条件 这些是我来说的 这是我来说的 我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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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